在香港的環境下 你都不能丟下希望 2019年 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 香港人面對疫情 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 搬屋 搬錢 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最後是誰想 媽媽說家人在哪裡 哪裡就是家 那我會想說 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 和香港人的網台 GG Channel 開麥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們來到5月24日星期四的GG Channel 今天繼續做不到Live 這幾天都做不到Live 原因是大家可以看Patreon節目 我想你們就會諒解 再次感謝大家多多包含 雖然不是做Live 但是也會看你們的留言 如果進來的話 和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都可以隨便聊聊 但是也會告訴我 聲音的畫面是否清楚 我看看留言 就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感謝大家的支持 幫忙就幫我們訂閱 感謝大家給like 當然是Super Chat會很感謝 Patreon 以及請我喝咖啡 都很感激 今天講什麼話題呢 我們先由香港一些民生的 今天Patreon有錄的 其實昨天也有的 昨天的Patreon 就是一個比較個人的網台週記 今天就重要了 如果你是Patreon的朋友 知前空 有些Patreon的朋友 其實未必聽到的節目 都明白的 現在這麼多節目聽 今天的Patreon節目 很希望你們聽 如果你是Patreon支持者的話 今天我是講港元的價值 這個牽涉你的港元資產 是不是 也或者會解釋到 我不知道今天的市況如何 可能今天的股市反彈1800點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繼續跌倒楣的話 今天的節目 或者接下來如果港元資產 或者港元的金融 或者香港的金融 會出現什麼問題 今集 可能會是一個很好的解釋 所以各位網友 如果你有港元資產的話 我想不會有聽眾 是吧 希望你聽今天的節目 OK 如何去de-risk 如何減低你的風險的話 就是希望給大家參考 OK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加入小弟的Patreon 先講講民生話題 香港民意調查 其實我覺得這個 他繼續做到一個好事 還未被人舉報 都算是硬正 他做了一個民調 不過他可能是幫李家超加訓的 是吧 就訪問一下 究竟大家 香港人 你們對於政府 民生 施政 有什麼看法 他做了一千個調查 李家超民望竟然升 升了2.5分 去到57分 支持率去到51% 太低了 你給我一百萬分 李家超就 政府的支持都去到48% 增加1% 不過這樣 在社會現況方面 民生、經濟、政治 全部負 民生負二 經濟負十 政治負死 政治大跌11% 就這樣說了 民調的解釋 可能會不會是區議會 我心想 我覺得這些民調都是亂來的 不好意思 我可能得罪說一句 因為 你政治 怎知道是開哪裏 是不是這麼多人 關心區議會 我都很好奇 很多幾樣東西 譬如專紙 你淋淋種種 每天這麼多新聞 究竟哪件事 令到政治的分數大跌 我真的覺得考起 這件事 有什麼可能性呢 發生這麼多事 不好意思 我先打擲帽 因為剛剛洗完澡 我額頭是不能有頭髮 很癢 很困擾 OK 香港很多事情發生 你究竟是哪裏 那我就不知道了 Follow up幾宗新聞 譬如 只是說捐贈器 只是說這件事 會不會令人不滿的政治 有可能的 我取消也犯罪 你賣嗎 取消也不行 昨天李家超說到 又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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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拗頭 取消登記 要不要去到這麼嚴重 要警察調查 林定郭在前廳交流會 接會見記者 他的會見記者也挺有趣 等等 刪掉了 哎呀 OK 按錯 他做一些公關工程 他請記者吃點心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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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真的很好 他還要寫一個牌 律政司司長 林定郭之心 大律師志義 你 還要寫一個牌 黃金蝦餃王 蟹王燒賣 好 我想問 究竟哪間 這些點心 這些點心是哪裏買的呢 有沒有買貴呢 是不是用公帑呢 你說 一百幾十元 第一 你又支一百幾十元 第二 他這餐用公帑 是不是所有記者都可以用公帑呢 喂 你這個好做不做 你做就算了 為什麼林定郭之心大律師志義 對嗎 譬如你點心招待就算了 對嗎 真的低能 OK 真的算了 OK 有人問他 記者就問他 喂 我想問一下 取消血器官捐贈是犯什麼法 取消血器官捐贈是犯什麼法 他說 暫時我了解 你媽要了解 喂 李高超就開口 開到明說要警察調查 你是律政司司長 你跟我說了解 不要搞笑 他說 登記器官的初衷 是希望離開人世間 為愛人間 呼籲市民不要忘記愛心 由你一個沒有良心的一隻狗 去說愛心 這件事都相當之好笑諷刺 等於偉大主席跟你說 大家不要忘記人權 哈 今次的交流會是 香港如何更主動積極參與 香港如何更主動積極參與 國家一帶一路倡議 哇 這個主題真的沒得定 OK 參加者就有幾個人 我不說名了 其中 林定國說 為什麼 我想問 你搞一帶一路交流會 無所謂的 OK 為什麼你跟林定國有什麼事 大家想想 你是律政司司長 一帶一路關你什麼事 你說商務部 甚至你說是政務司 都可以理解 你是律政司 你意思是否說 香港的法制 是要陷入一帶一路呢 還說不說一國兩制 還說不說司法獨立呢 麥美娟說疫情之後 有1900多個青年度 一帶一路 這些不理了 陳百里 這個真的不像是誰 原來是雙經局的副局長 提出一帶一路十周年 原來是十周年 我想問 你搞了十周年 搞了什麼 除了無限爛尾 project 總統貪污腐敗 泥足深陷 你一帶一路搞了什麼 當然有人說 你未歐還不是這樣 人家批評你就批評 這些不是你說的 這些是我們說的 陳百里表示 籌備第八屆高峰會 協助香港內地海外企業 對折 對折相機 這些中文 真是 好了 下個星期日 就已經是六四了 各位網友 下個星期六四 有人再問林定閣 那他維園悼念是否違法呢 林定閣說 不會就假設性的問題判斷 你老母 現在問你任何問題 都是假設性的 哈 那 如果你犯法就是坐牢 這也是假設性的問題 他說 國安法之下 有一件事是不能夠做的 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哦 那就回答你了 那 誰決定 是否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偉大的黑勁 他說你煽動就煽動 他說你不煽動就不煽動 一帶一路 好啊 加油啊 現在一帶一路有些什麼國家 哈薩克斯坦 烏折別克 我無不勁 不知覺得多厲害的國家 什麼吉爾吉斯坦 還有就是巴基斯坦 塔利班 我覺得是很同意的 我覺得跟塔利班做生意是厲害的 有多少人是跟塔利班做生意 是不是厲害 我覺得很厲害 好了 講另一宗笑話 當然不少說國泰 大佬 國泰之前 有牽涉這個歧視事件 那件事裡面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空姐跟客人說 你如果不懂得說 頸巾的英文 那你就要 blanket 那你說地毯 那你不說 那就沒有了 那你就不要說英文 我又覺得這樣 我又不是太相信你說普通話 他會不理你 那但是隨便 什麼都好 那你說 那你又 那我這個不關歧視事 是你的服務問題 是吧 就是有個客人 投訴你 覺得你服務差 那是不是去到歧視呢 我就真的不敢說 你用英文 說錯了 那他不收命 這個算不算歧視 如果你用英文 我真的不敢說 我真的不懂 如果這個也叫歧視的話 如果這個也叫歧視的話 那我們用廣東話去問 香港人去要求 香港人去要求你給我們一個政改 你不聽 北大人說什麼就可以 那這個算不算歧視呢 你現在這樣也叫歧視 這也是歧視 你為什麼歧視香港人 你為什麼違反基本法 香港人是需要一個普選 你基本法寫的 那你不給香港人 人大落雜你又聽 那這個算不算歧視呢 如果這樣也叫歧視的話 就算當歧視 你用不用國泰出來道歉 去到這個層面 那當然是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是文革的時代 而你國泰已經是接近乃共 幾乎跪了 當然你可以說 我沒得不跪 大哥 他不給我行權 我沒有判斷 你覺得跪不就跪 你不需要跟我們解釋 你覺得跪到你要的東西 你就看你跪不跪到 我經常有一句說話 掛在後面 這個世界上 就沒得舔兩邊 那我就看你舔得多久 國泰 你現在就想繼續 扮演一個國際航班 國際航空公司 吸引外來客 香港客 同一時間 你又要舔大陸 做國內線 那這個你可以舔得多久 我就認為不久 我就認為不久 我就認爲實糟糕 這件就舔小 李家超 李家超 在廣州出席的論壇時 他就說 感到非常痛心 失望 他說 已經向國泰CEO指出這件事 破壞香港形象 傷害香港和內地同胞感情 這樣 那 那這些廢話就不再重說了 陸仲雄就過了人 陸仲雄說什麼呢 就是工聯會的筆頭 他說 這件事 是連係上黑暴 哈哈哈哈 空姐這樣說 你不懂地支 英文是黑暴 黑暴 都三年前的事 你放下吧 陸仲雄 他說 雖然黑暴 經以掩旗息鼓 仍然以歧視我們內地同胞行為 作為一種軟對抗 怎樣對抗呢 我真的不明白 第一 第一 他沒有歧視你 他歧視你 他歧視你不懂英文 算不算歧視呢 那你就不懂英文 好了 假設你有份工 不是 譬如 算了 我都不再作比喻了 他也不是歧視你 如果你有懂英文 或者你說普通話 他不是不理你 那你說歧視一些不懂英文的人 OK 總之他能說 這是一個軟對抗 怎樣 這個對抗怎樣軟化呢 我真的覺得很奇妙 好了 郭泰出來的位 首先炒了三個人 炒了三個人 什麼 牽涉三個人 我想知道 那篇對話 一個人說而已 那我不知道 炒了三個人 林世雄 運輸物流局長就說 這件事嚴重違背香港優良的待客之道 一貫的價值觀 就這樣說 那 內地的人民日報 就有一個海外版的公眾號 就叫合客島 他就說 國泰公司文化 仍然保留崇洋洋人 崇拜洋人 看不起內地人的優越感 看不起內地人的優越感 那就合理 那當然看不起你了 你興奮就看不起你了 那你說不是崇拜洋人 我又不會很抗拒這個標籤 其實我這樣說 我們不是崇拜洋人 我們崇拜好東西 不好東西我們會不好的 比如英國佬有什麼什麼什麼 美國佬有什麼什麼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我們不要崇拜 是吧 你崇拜留給你的盲目 你就是崇拜習近平 你就是盲目崇拜崇尚權力 你就是崇拜毛澤東 你就是崇拜鄧小平 我們不會崇拜一個人 我們會不會崇拜拜拜 我們會不會崇拜奧巴馬 我就不會 是吧 也不會崇拜制度 但是我們是會嚮往的制度 是吧 你跟這些文化低落 低等民族 是吧 這樣說好像又不是那麼好 因為我們都是低等民族 應該這樣說 低劣的DNA 是吧 一個民族是有好有壞的 我都說有很多中國人 是不知己那麼勇敢 多麼善良 多麼追求自由 這些我們很尊重 劉曉波這些 但是香港也有很多的含家殘 好像這些 什麼李舊超 這些垃圾 傾向權貴 放棄自己的良知 尊嚴骨氣 那我們就看不起你們 看不起你們 這麼簡單 他說內地遊客是香港服務業的 衣食父母之一 白癡仔 很多洋人就是衣食父母 更加是衣食父母之一 你看看港股 不過又這麼說 我也不知道港股現在升還是跌 OK 大家幫我打個 comment 究竟港股現在是什麼環境 他說內地的發展 早已超出一些井底枝蛙的眼界 那真的 你那個爛尾樓 債務 一帶一路 貪腐 發展都真的超出我們的眼界 他說 希望國泰從整旗鼓 崇拜英語 而看不起普通話的逆流 細章湮滅於歷史大潮 這個歷史大潮是反共 你這樣也不明白 林兆波出來貴 我記得我好像節目講過林兆波 因為他應該去年才接任CEO 出來講到 要怎樣回來 他就說 我就找回當時 他在 今年年頭接任 今年年頭不是上年 今年年頭接任的時候 他怎樣看國泰 林兆波 他就說 利用今後三年時間重建 希望 到時能夠拿回SkyTrack 這個世界機場排名的第一 但是 國泰曾經拿過四次第一 四次第一 對上一次 接近十年前 2013年 去年 跌出了十大航空公司 更加排名跌到第16位 林兆波說 很多排名都不能夠作準 因為疫情期間我們很少遊客 那你就算一下 你的機場是要計算你的政策 你不可以拔走 他說去年我們都沒有運載力 很多客人都投不到給我們 我們現在想提升服務質素 不過近來 因為這宗新聞是幾個月前 近來很多遊客都投訴日本的限航領等等 等等等等 我想拿回第一 你有客人再說 現在不是沒有客人 現在都很旺 但第一件事是否能夠回到以前呢 第二件事還是你繼續輸錢呢 因為他的燃油就下了七十多元 那你輸錢是否需要再炒人呢 還有你最後能夠領兩邊呢 我也說過很多次 國泰 你說你不舔共就拿不到航權 這樣 這個是你的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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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不需要你CEO 你這個芝麻綠豆那件事 不是啊 很多人歧視有多少 有多少個案 你現在抓了一個 你說每天都有 就說嚴重一點 用不需要CEO出來解話 你這樣出來解話呢 代表什麼 有反應 這個舉報文化這麼昌盛的年代 以及文化大革命 接近沒有反對抗爭者 狗咬狗的年代 那國泰一定會被人搞的 我認為國泰很快就有下單 一定會被人搞的 那到時你想拿回第一 那我就拍眼熟掌了 那這些呢 林少波 就是亂世 你能夠有幾大作為呢 我們就繼續看吧 證譽 好像這個新任的駐美大使 有多少作為呢 可以 他就叫謝鋒 因為他就頂替秦剛 他就說很榮幸接受主席的委牌 做第12任的駐美國大使 都榮幸的 因為你最後一屆 他說 去美國是為了維護中國的利益 哪有外交官這樣說話 你不會有外交官這樣說話 你當然是說一些 我們來到這次 就要修補中美關係 你來就只是主要維護你利益 我採你也傻了 那你就試試維護 做一個外交大使 維護利益的方法有很多種 包括兩邊的關係 我不知道你要維護什麼利益 哪一款利益 我就不知道 但說得出這句話 我覺得你真的不用擔心有人行 好了 接下來就說說幾宗案件 這宗案件是這樣的 在19年12月11日 有一個黎明行動 全港多區發起三把 有警民衝突 有一個35歲的男司機 說在旺角參加非法集結 拿天拿水裁定罪名成立 除非法集結 還有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 他不服上訴 在高等法院那裡 上訴方提出三個理據 第一 這次證人包括總督察 還有另一個警員 上訴說總督察說一些追捕的細節 跟書面證供不同 第二 另外這兩個 這是第一 律政司怎樣回應呢 就說 喂 你 在庭上問多幾問 他就說多些細節出來 總督察沒理由可以慢鏡地說出來 就這樣 第二 上訴方說總督察和拘捕警員有分歧 因為警員說去到旺角案發場面附近 還有四五個人聚集 但總督察就不見 為什麼呢 因為是總督察拘捕他 總督察拘捕了一個人 就說他有什麼什麼 現在的上訴就說 不是 另外一個警員就說有四五個黑衣人 可能是他們做的 不一定是這個被告做的 這是第二個項目 律政司就說 喂 喂 大哥 這個叫兵方馬亂 總督察 可能只見到前面那幫人 警員 見到 見到多些事情 不代表是有問題 上訴方就說 對 我沒有說一定有問題 只不過就告訴你 如果有一個見到A 另一個見到B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那是不是有機會 不是被告犯事 其實說得很對 其實很對 上訴方就說 還有 完審的時候 為什麼他有天拿水呢 就是他洗車的 他把他曾經有洗車的一些 資料的WhatsApp 呈堂 他就說這些資料 19年年初 那時候都沒有這個反送中 一定不會是假的 不會故意弄出來 好了 法官就說 喂 就算他是洗車 也不代表他一定拿天拿水去洗車 上訴方就說 對 但他可以是洗車 因為當初的法官說 不接受他的副業是洗車 那律政司就說 喂 但被告當時真的搜到天拿水 有打火機 而當時就有火 喂 那 周邊又有火 你又有天拿水的話 那 完審是可以提出一個叫不可抗拒的推論 還有你洗車 車又不在現場 那裡這麼亂 你拿天拿水去 就自焦嫌疑 這樣 自焦嫌疑 不代表錯 所以你問我 我就會說 看法官怎麼判 那法官看法官 就判他上訴室無效 那你從一個 我們以往的法律觀點 他有機會是5050 是吧 因為他是有嫌疑的 因為他是第一 他當然很可能 法官覺得他 不是拿天拿水去洗車 但他有可能是洗車的 你證不證明到他真的拿天拿水去扔 其實是一定證明不到的 一定證明不到的 即是說 有火光 那這傢伙就抓了他 他拿著天拿水 那你信不信他 是什麼意思 那被告就盡打了 就是說 你的警察 看到四五個黑衣人 那可能他們扔的 不是我們當事人 不是被告 這樣 就看看 那我覺得 就真的好看法官怎樣判法 如果官是用 有些疑點都應該是寧眾無枉的話 那他就無罪 但是記不記得 是吧 那個林定國 說完之後 現在是要用寧枉無眾 那我覺得他那個 就是有一點點擔心 好了 我們說說一些偉大的休班警 又有些德行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五十六歲的休班警 就趁一個男人喝醉的時候 就打了他的手機 哈哈 打了他的手機 這樣 好了 這件事就沒什麼爭拗了 那就等判了 OK 這件事就經典了 好厲害 警察真的沒得定 有二十七歲的男人 就玩Tinder 就認識了一個女生 就開訪 爆訪完之後 這個警員真的這麼狠狠 偷了有人送信用卡 又吃又拿 這樣就聲稱拍下他的片 就勒索兩批東西 嘩 警察還有沒有賤得這麼浪漫 我當然不會所有黑警都是這麼賤 但是真的 講極都有的 這些案件 這樣呢 那個女士主要報警 可能 那然後呢 又過癮 結果這個男警 就當席期間 拿一架沒有標記的警車去教授 你做什麼 然後 被警察就拘捕 這樣 這個警員陳子豪 號號蕩蕩 陳子豪27歲 承認一項盜竊 兩項欺騙 一項勒索 一項拒捕 嘩 你老美 真是 他就在這個屯門的月品度假酒店 那裡 就撻了信用卡 然後 拿去買兩包海藻 一瓶橙汁 兩包雞蛋 兩包薄荷糖 七包雞胸肉 和四包香煙 再去元朗一間白街超市 購買一包濕紙巾 三個濕紙巾 兩瓶辣椒油 兩個口罩 都很貼地 這個警員都很貼地 唉 真是 其他世事都不特別再說 再說 還有就是 原來有警員 就報告他 發覺他打算交收的時候 就四處監 好了 被警察拘捕他的時候 他就走 兩個偵緝警員 想制服這個黑警 被告激烈反抗 然後就叫 正在做事 不要搞大他 有事慢慢說 這樣 詳情特別不詳情 暫時就說 認罪 就囚禁兩年 那這個官呢 就說 非常惡劣的行為 好了 究竟 說了這麼多單案 究竟是個別的事件 還是系統性問題呢 九餅強 今天 在立法會那裏回應謝偉俊質詢 四個月裏面 拘捕了11個黑警 各位朋友 四個月拘捕11個 即是平均一個月接近拘捕3個 一個月拘捕3個 即是十天就有一個警察被拘捕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沒有被拘捕那些呢 蛤? 發生什麼事? 謝偉俊說 提出有關警員操守問題的質詢 越來越多罪案發生 引起警方重國安 輕治安的形象 九餅強說 書面回覆 2022年原來有42個警務人員被捕 21年有37個 2022年有45個 差不多一個星期拉一個 他說 公眾不應該因極少數個別個案 抹殺整體盡忠職受警務人員付出的努力和貢獻 我們真的不會抹殺的 你們幾萬警員 令到整個香港變成一個烏煙瘴氣 空殺分屍 慈械行劫 入屋爆洩 巨額電話騙案 涉及行街址 那就是什麼? 就是南亞裔 貧生 為什麼呢? 我解釋過很多次了 沒有辦法 执之法者犯法 你們怎麼會有法治精神呢? 再加上生意越來越難 就是這樣 好 那最後 講一講 這宗笑料 這個 含家產館好名 他好像不是立法會議員 是立法會議員 他出席一個活動的時候 被記者問到 陳同佳怎麼樣 他說 對方是願意繼續去自首的 OK 他想 What stop him? 只要台灣給他出台灣簽證就可以了 那台灣就說 你都沒有去搞簽證 那這些就口同鼻咬了 最搞笑的是 他就說 沒有任何更新 呼籲記者 可以關注下年的台灣總隊 看看台灣大選怎樣先 真是搞笑 就好像昨天那集節目 你是不是聽完我們節目之後這樣說 昨天有講過台灣大選 有網友回覆的 就說 好啊 講講多些大選 唉 其實想回當然是相當唏噓 你再想回潘曉詠的家人 陳同佳一個殺人犯 繼續蕭犯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感謝大家的繼續支持 我們明天的節目再見 再說一次 今天的Patreon 是講關於港元的價值 港元的價值 希望大家就敬請留意了 可以加入Patreon OK 下集再見 拜拜 大家好我是阿芬 歡迎大家收看GG Channel 不想我頻道這麼快 除了支持收看訂閱之外 可以加入Patreon支持小弟 或者加入我們的會員 立即按了 快點快點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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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